接下來他也跟各位講那個狀態的改變 我們這次課本上以前安排的一個實驗 那我們拿保麗融合做一個冷劑 這個冷劑的是鹽巴跟冰塊 冷劑的做法有很多種 國中給你們是最簡單的就是鹽巴加冰塊 質量比1比3你就給我稍微記一下 給我稍微記一下它的質量比1比3 然後呢就放下去讓那個變得小冰塊變得溫度很低 然後開始加熱一邊加熱一邊喇喇 加熱喇喇喇這樣上去 OK好第一件事情請你記住 我們用的冷劑是食鹽加上冰塊 然後呢質量比1比3 為什麼它可以變冷 第一個鹽水的凝固點比較低 第二個鹽巴溶於水的時候會吸熱 所以它可以做成冷劑 做成冷劑 然後就畫實驗的數據表格 要我們把它畫成圖形 假如你的實驗非常的美好 你會得到的像這樣的圖形 這個圖形有暗示了我一些事情 什麼事情 這邊有一個是平的 平的是什麼意思啊 溫度沒有變化 它有沒有在吸熱呢 有啊你在加熱它啊 雖然有在吸熱啊 可是它吸熱的時候溫度有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 所以這個熱去做什麼用呢 這個如果做去狀態改變用 不是用來改變溫度用 是狀態改變 這就是我們這邊要教的重點 所以狀態改變的時候需要吸熱或放熱 但這個過程中溫度沒有變化 所以我的吸放熱是用來做狀態改變的 不是用來改變溫度的 那麼這個改變的過程中 會有一個經過所謂 比如說我在融化 固體要融化的時候 會有一個融化過程 融化開始融化結束 中間是有一些有融化 有一些沒有融化 要做故意共存 同樣的在沸騰的時候也是一樣 會有一個益氣共存的階段 然後要全部融化之後 溫度才會繼續上升 要全部沸騰之後 溫度才會繼續上升 像這個樣子所顯示的 像這個樣子所顯示的 有一個平平的階段 這裡是固態 然後我就開始融化 然後呢 這一段就是故意共存 有固態有液態 這段就是融化結束 然後最後全部都變成液體 都變成液體 然後考試就會考一些問題 比如說我考你 如果這個是兩分鐘 這個是六分鐘 總共經過四分鐘 我這邊呢是三分鐘 請問你 我的固體跟液體的比是幾比幾 四分鐘全部變液體 我只經過一分鐘 所以只有四分之一的液體 這下三都是什麼 固體 然後我就會知道它是幾比幾 我可以問你 外以外是幾比幾 我還可以從這個圖上 再問別的問題 我等一下再跟你說 我還可以問別的事情 這就是 我們融化曲線 然後呢 我也可以問你 簡單問你說 這邊是一個假 這裡是一個影 這裡是一個柄 我問你說 假是什麼狀態 我問你是柄是什麼狀態 我問你 以什麼狀態 以什麼狀態 故意共存 故意共存 就是問這些 OK 了解一下這曲線的意思 那麼 一大氣壓下 我們平常是一大氣壓之下 東西融化的溫度叫做熔點 這應該小學就念過了 然後冰的熔點是0度C 同樣的 一大氣壓下 沸的溫度叫做 沸點 為什麼叫沸點 水的沸點是100度C 水的沸點是100度C 好 那就是這個應該小學就已經念過了 叫什麼叫熔點 什麼叫沸點 我們之前也講過 這個小試一裝 於是乎從我的融化曲線上 我也可以看出來一些事情 那我們也跟各位教過了 存物質的熔點會固定 混合的熔點會不固定 所以 這個圖裡面 這個就是熔點 所以我考試可以考什麼題目 我考試可以考 畫一個融化曲線圖 我問你 這熔點幾度 他在那邊對矩 他對到 他對到30度 代表什麼意思 熔點就是30度 我可以問他熔點幾度 我還可以再繼續問啊 假設我這條曲線是加熱100克的 那請問你我加熱100克的冰 那請問你我加熱50克的冰會怎麼樣 第一 加熱50克的冰 溫度要比較容易變化還是比較不容易變化 容易對不對 所以這個線要比較陡一點 躲到什麼程度 躲到這裡 為什麼還是這裡 因為我們是純物質 所以我們熔點會怎樣 固定 所以你如果100克是0度C融化 我50克也怎樣 0度C融化 然後就變成平平的融化 那如果這條曲線呢 是4公分 100克4公分 那我現在50克應該只有幾公分 應該就只有2公分嘛 因為我只想只有你的一半嘛 所以我實際應該只會你的一半嘛 對不對 我就可以考你這個圖該怎麼畫 圖該會變成什麼樣子嘛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從這個 所以這條融化曲線 我可以問好多問題 我可以問你它是什麼狀態 還是固態還是氣態 還是什麼狀態 我可以問你 它這個點什麼意思 融點還是背點 它到底幾度 我可以問你說 我這加熱100克這樣 那我加了200克會怎樣 那什麼東西會一樣 什麼東西會不一樣 諸如此類 所以這條融化曲線 可以問我們 可以讓我們問很多的問題 還要了解這個曲線的意思 大家要了解這個曲線的意思 然後我們就會解決 我所會需要問你的問題 OK